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铭,就给大家报奖黄母军校历史人类传,我们接着来讲长城抗战 上次我们说到,在4月15日,日军渡过篮河,进行北团厅扫荡战 那么中方记录里呢,说在这次作战中,中国军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日军死伤200多人 那么在日军的战斗报告里,和五中队记载着 在4月15日的战斗里,中方战伤营长一名,连长两名,战死连长两名,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根据调查结果,日军正面的中国军队是宋哲援军37师11旅222团的两个连 大约是400到500人,这个旅的旅长郭其明,团长叫庆明 说战场之上,中方遗弃的尸体是270到280具 那么日方呢,是战伤4人 那么鹤谷中队的战斗详报,他记载的只是他们中队的战斗 实际上呢,他们的上级古武支队长是这两天战斗的指挥者 在他的战斗详报里,也记载了步兵14连队第7中队一步参加渡河作战 按照复部旅团的统计,在这维持两天的战斗中,鹤谷中队负伤3人 那么鹤谷支队全面损失,为战死1人,战伤13人 那么日方的分析人认为,鹤谷中队的战斗详报 里面说中方遗失270具到280具,这个数字是存疑的 因为在日军另外的战斗报告里 北团庄庄内确认的中方的遗弃尸体是170具到180具 那么多出来的100具到底来自于何处 这个在鹤谷中队的报告里并没有详细的解释 那么在中方的战斗报告里,也有数据显示 在北团庄庄附近的战斗里,37师方面,战死37人 失踪60人,战伤119人 那么根据战损自爆的原则,这应该是一个可取的数据 在抗日战史,鸾东及长生作战这本书里 也有如下的记录,上面写着 狄自攻占松树胡同孝子殿各前进阵地之后 其兵分两路,一路过萨河桥 一路向南北团庄阵地进攻 其攻南北团庄之一路,于14日拂晓 开始向鸭基山第一防守区第109旅前进阵地攻击 守军备或撤回鸾河右岸本阵地县 该狄攻占鸭基山、长城域及东应一带高地之后 赋以飞机四架,集中炮火 向南北团庄王家喻一带联合轰击 4月15日11时,日均数百人 乘着狂蜂大作之际 在机炮掩护之下,由北团庄松领间偷渡 向北团庄222团阵地猛攻 激战数小时,守备该阵地一营 伤亡重大,阵地中被突破 三日七时冯市长以南北团庄 关系到全阵地的安危 所以命令222团迅速恢复原阵地 同时命令217团团长王长海 率兵两个营,增援反攻 失误失去,各部奋勇冲击 反复肉搏,达两个小时之久 敌人不知,纷纷向鸾河左岸溃退 到21时,我将南北团庄阵地完全恢复 日均死伤甚多 我方一阵亡营长唐思明以下官兵40多人 之后,日军急以炮火,向我隔阂轰击 到18日晚,敌军在猛烈的炮火轰击之后 突然向董家口方面趁夜退去 那么这份中方的记录 除了在战果的数字之外 与日方有所不同 那么双方报告的战斗时间 地点和过程内容基本相同 可以说是在洗封口各次战斗中 中日双方记录内容最为接近的一次 4月8日到15日的寿意店附近的战斗 是29军和福布旅团在长城一线附近 所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冲突 战斗结果呢 是29军经营一个多月的 卵河左岸的半悠久阵地 在一个昼夜之间全部陷落 29军被迫撤往卵河右岸 战斗地点呢 是在长城县以内 十多公里的卵河一线 时间又发生在 洗封口战役的一个月之后 作战性质 也不是为了争夺长城一线 而是日军对关内的 一时性的进反 所以此战并不能完全算入 洗封口战役 但从结果来看 这无疑是宋哲援军 对福布旅团作战的第二次挫折 按照双方战史记录的 比较和综合 那么29军这边 双方人数达到了几百人 那么日军这边呢 他们战死人数只有几人 战伤的人数呢 不到百人 那么宋哲援的29军 在洗封口和鸾东作战 也就是从3月9日到4月15日 它的损失总数 在抗日战史鸾东 及长城作战中 统计数字是 一共阵亡了1,999人 负伤2,437人 失踪195人 损失合计是4,631人 那么根据北平军分会 各部队各战役 伤亡官兵数目统计表 29军 在长城抗战整个期间 一共阵亡人数是1,937人 负伤是2,697人 合计4,634人 那么日军的对手 也就是混成14旅团 截止鸾东作战期间 总共损失的人数是战死99人 负伤263人 但这个战损数字里 是包含了3月9日之前 和东北军在喇麻洞的击战 鸾东作战结束之后 日军各部呢 就按照关东军的命令 在4月下旬 返回到长城一线进行守备 5月12日 他们又发动了 入侵河北的关内作战 混成14旅团又一次奉命出击 突破鸾河右岸 29军的阵地继续进击 经三团营 尊化石门等地 一路指向通州 21日 在通州东南的夏殿 奉命停止进击的命令 关内作战期间 整个旅团死亡29人 负伤110人 到了5月31日 唐国协定签订 战事终止 混成14旅团在6月19日 回到了东北境内 担任凤山到北宁铁路的警备 此间呢 1933年8月1日 混成14旅团的旅团长 服务兵四郎 被调到大阪的步兵第七旅团 担任旅团长 他在卸任了 混成14旅团旅团长之后 9月2日 向天皇上奏了 他在职一年间的 数值报告 在他的上奏文里 确认 在他任职期间 混成14旅团 在东边道 大兴安岭 热河作战的各次战斗中 一共阵亡145人 战伤368人 这个数字呢 是这个旅团 全部人数的七分之一 在服务兵四郎 卸任之后 混成14旅团 在继任 平田仲三少将的率领之下 继续担任 凤山带北宁铁路之间的 青角任务 在这个期间的作战中 又死亡了32人 战伤13人 1934年1月 这个旅团全体奉命 返回本土 1934年2月20日 这支部队 在日本本土 登陆林检 记录为全体是2780人 携带各种枪支 1938支 在此之后 这支临时编程的 混成第14旅团 在完成了一年零四个月的 东北的派遣使命之后 结散 各部队回归第七师团本队 那么讲完中日双方 在喜丰口的战斗 那么再来讲讲 长城抗战的另外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中日双方 在谷北口的战斗 那么谷北口的战斗 首先是爆发于长城域 在这里呢 日军的先头部队 是穿越旅团 1933年3月7日 热和作战的主力之一 日军第八师团司令部 进驻热和的省会 承德 完成了热和作战 第一期的挺进任务 之后呢 这里就成为了第八师团 对各路进攻 长城关口部队的总指挥部 作战的第二期 关东军赋予第八师团的任务 就是要夺取戒林口 冷口 西风口 罗文域 古北口 这长城一线各主要的关口 控制长城一线 以北地区 而占领接近北平的古北口 是其中最主要的目的 为此呢 第八师团的师团长 西一一 就把这个任务 交给了师团 直系主力的步兵第16旅团 旅团长是川元坎少将 下辖步兵第17和第32两个联队 第一次作战中担任机动作战的川元艇金队 这个时候呢 被解除任务 恢复原来旅团的建制 并且在3月7日 五前六十 接受命令 攻击古北口方面的中国军队 并且占领在古北口的主要关门 进攻古北口的川元旅团 除了两支步兵连队主力 以及乘马讨伐队以外 附属了野炮兵连队 第二支队的特赦山炮中队 和卫生班一部 它的人员数和武器装备 在日本的战事资料里 有着详细的记载 步兵17连队 一共是1072人 步兵32连队 是1073人 两个乘马小队 包括在两个连队的编制之内 特赦的山炮中队 大约是40人 拥有两门私一式山炮 所以全旅团的人数 大约是2300人 另外第八师团 还给川元旅团 配备了其他的支援部队 其中包括 师团炮兵连队 第一和第二大队 洛河中级中左 所率领的关东军自动车队 包括两个中队 和一个材料厂 一共是194人 临时还派遣了第一战车队 大概有战车和装甲车 共10余辆 还有一个关东军直属的飞行中队 那么由于各支部队 它的任务不同 又是分别出动 配处的对象 移动的手段也不同 所以呢 各次战斗中 日军战斗力的精粹计算 是比较困难的 在长城域的三天作战中 从各种战斗 降报的记录来推算 川元旅团第一天 投入的兵力 是先遣队 大约400人 基本上是步兵一个大队 第二天呢 投入了旅团主力的大部分 大约是2000人 是步兵三个大队的兵力 第三天呢 是投入了全部兵力 以及各种支援部队 总人数呢 是超过了3000人 而这个3000人 是湖北口战斗时 日军方面 全部兵力的总数 那么日军的重火力呢 按照步兵连队的编程表推算 每个大队 有一个机枪中队 具有6艇重机枪 两个连队 大约是30多艇重机枪 火炮的数量呢 按照关东军 自动车队的运输记录 可以得知 在长城域战斗里 日军使用了16门火炮 湖北口的时候 使用的是24门火炮 3月6日 常来五平大佐 率领先遣队 出发向湖北口前进 这个时候日军师团 并没有接到 长城域附近的 中国军队的情报 也没有下达 进军湖北口的战斗命令 这个行动呢 应该属于事先的探路 中国军队情况的调查和侦查行为 因为没有战斗命令 日军部队步行搜索前进 3月7日 清晨6时 日军第八师团的师团长 接到了来自于 关东军参谋长的通报 说王以哲指挥的部队 于6日 从湖北口出发 沿着鸾平道 进入到两间房附近 飞行队准备在7日 对其进行大举的轰炸 那么这个通报中 王以哲的部队 正是在3月7日到9日 从长山域 黄土梁 阻击日军前进 达3日之9的 张正芳的107时 按照中方的战事记录 3月5日 张正芳市的621团 到达了马圈子北 黄土梁高地 购书公式 马圈的这个地名呢 在今天的地图里 已经找不到了 那么按照旧的军用地图 和之前的史料内容 进行核对的话 马圈子呢 是今天的东营的村 它位于今天 金山岭滑雪场的北边 那黄土梁呢 就在马圈子的北边 中方史料中还记载 说日军的先遣队 是在同一天的午后5时 到达此地 双方立刻进入战斗 但是按照日方史料的记载 这个时间并不是 双方交火的时间 3月5日的时候 日军的步兵17连队 它的先遣队 大概是一个大队 正从承德向鸾平前进 下午2点 刚刚进入鸾平 这里距离长山域 大概还有45公里远 所以呢 当张正芳的部队 在5日晚上 到达长山域附近黄土梁 雇筑公事 这的确是事实 但是它和日军交火的时间 是在两天之后的 7日午后 那么中方史料记载 出现这个错误的原因 是因为最初的战史记载 长城各口的战斗的编辑者 在编数史料的时候 搞错了电报的日期 所以才出现了 5日就进入战斗的 这个最初的错误 那么之后呢 史料记述里就将错就错 所以呢 整个长山域的战斗时间 就人为的被延长了两天 也就是3月5日晚 第一次接触 主战斗是从6日到9日 那么只有对比日军的战斗记录 才能知道 战斗开始的时间 被提前了两天 日军一方担任 先险作战的步兵十七连队 他最初呢 执行的命令 是向杨树沟门前进 进行侦查的命令 第八师团正式的进攻 湖北口的命令 下达时间是在3月7日的8点 所以日军先遣队 在3月6日接到了命令 是向杨树沟门方向进行侦查 那么日军先遣队的兵力呢 是由战车队和步兵十七连队 第十一中队的两个小队构成 配备了中机枪一艇 之后紧跟的是前卫队 由第三大队 第九和第十两个中队 以及机枪两个小队 山炮一个分队变成 目的呢 就是杨树沟门 但并不是湖北口 日军先遣队 是在3月6日午后出发 晚上到达的王家营子 进行休整 3月7日 清晨6点 从王家营子出发 中午将近11点的时候 日军的尖兵先头部队 就到达了战场附近 发现中国军队进入战斗准备 不过呢 日军的战车队是先于步兵 在上午10点 就已经到达了长山域 所以战车队 是先和中国军队发生交火的 那么在日军战史记录里 是这么记载的 说日军的战车队 向黄土梁安部行进的过程中 突然遭到前面和两侧 中国军队凯击炮和机关枪的 近距离集中射击 两辆装甲车被破坏 不得已退回长山域 冒着中国军队 间断性的射击 那么在自动车队材料厂 应急修理损坏的车辆 到次日早上 4点完成修理 那么退下来的战车队 就给日军带来了黄土梁 有中国军队埋伏的情报 那么日军先前队主力 他们的出发地鸾平 距离长山域大约是45公里 那么行进了将近一个昼夜 可见日军的先前队并没有乘车 而是步行搜索前进 这部分先前队的兵力 实际上只是步兵17连队 第三大队 那么按照日军的编制 它最多的人数大约是400人 那么这支部队 走在最前面的尖兵队 最多大约是100人左右 而这个尖兵队 就是3月7日午后 中日双方步兵第一次交火的主力 在长山域呢 日军的尖兵部队 就从战车队的通知中 得到了长山域南边 黄土岭一带 有中国军队大约是2000人 正在步阵待机的这个情报 所以呢 尖兵部队长来连队长 立刻就部署了攻击 各队散开队形前进 中午12时40分 在距离中国军队 大约700到800公尺处 就突然遭到了 来自黄土梁东南高地 和马圈的南方高地 中方军队的枪炮骑射 战斗正式打响 最初进入战斗的日方部队 是尖兵11中队的大约两个小队 不久呢 下午1点30分 日军第三大队的主力 也到达了现场 加入战斗 这一天呢 第三大队的主要作战目标 是要夺取 道路东南方的 独立627高地 这个高地位于东西两侧战场的中央 可以居高临下 遏制马圈子附近的道路 那么经过近半天的苦战 在下午5点 日军第三大队将627高地占领 那么关于这段战斗呢 日本战史是这么记载的 3月7日 11中队长代理白鸟中尉 率领部下一个小队 机枪一个分队 作为兼兵前进 战斗开始之后 接到前卫司令官 增加约半个小队 经常善域东南侧高地 夺取1000公尺南方高地之后 席卷中国军队右翼 攻略黄土岭东南侧 标高621公尺的独立高地的命 白鸟中尉指挥一个半小队的兵力 承担了这个任务 排除万难 将第一目标高地占领 此时预备队第十中队 加入攻击部队的左翼 日军部队继续向西北挺进 冒着中国军队的轻重机枪 和砍击炮的火力 向第二目标高地前进 经过激烈的手楼弹战 和白人格斗 将627高地夺取 但由于此高地 是突出于中国军队的阵营之中 战领之后 立刻就遭到 占有优势兵力的中国军队的包围 在日落之前 占领高地的日军中队 受到来自各个方向 中国军队枪炮火力的集中袭击 恶战中叶不息 那么从日方的战史记录 我们就可以看到 日军从东南方向迂回接近 在中国军队的侧背 发起攻击 占领了627高地 7日午后的战斗 日军虽然控制了 道路南侧重要的独立制高点 627高地 但是中国守军621团 仍然占领着黄土岭西北 马圈的东北的一线主阵地 顽强抵抗 关于这方面呢 日军在战事里也承认 写道 我方虽然尽了最大努力 但攻击毫无进展 日落之后 战斗进入僵局 关于3月7日的战斗 先前队长长来 他是这么写的 他写道 占领长寒域 南方黄土岭 西方高地 及马圈的两侧高地的 中国军队2000人 装备山炮及凯击炮 抵抗相当顽强 战斗进行了约4个小时 我战车两辆 被中国军队凯击炮破坏 中国军队有炮树门 及多数凯击炮 并且拥有相当优势的兵力 顽强抵抗 那么在中方的战事记录里 也提到将日军的两辆战车破坏 但是并没有提到 627高地被占领的这个事情 在日军第八师团的战斗命令 205号 关于进军古北口的命令下达之后 川原旅团长就调集了 关东军自动车队的 两个中队的卡车 在3月7日下午4时 和师团的吉纲参谋 田中清一大佐所指挥的步兵 第32连队的主力 大约是两个大队的步兵 一起乘车出发 在晚上9点30分 到达了常山域的东端 那么在听取了先天队长 常来大佐的报告之后 立刻就把随车到达的步兵 32连队大约两个大队的兵力 投入到战斗 连夜布置了东西两线的夜袭作战 以道路为界 七北是步兵17连队 东南是步兵32连队 向西南山地 也就是黄土梁一线的中方阵地 展开突击 想要占领山脊阵地 同时进入后方的马圈子 但这次攻击 遭受中国守军 621团的顽强抵抗 一直到腐晓 也没有任何的进展 那么关于这场夜战的具体情况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